哈喽各位粉丝团的车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周六 这台车其实拆装的速度也还蛮快的 所以我们安装完了 所以一早就跟大家来做直播分享 那这部车是Toyota的Witch 这台在不论一代也好或者是二代也好 它在台湾销售的状况就非常非常好 包括我们这台车的避震器呢 在东南亚 我们做外销也卖得很不错 那车主的话 其实这台车已经做了一些基础的改装 譬如说17寸的旅圈 或者是前后的多核塞卡钱 或者是避震器呢 因为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所以今天来试程之后呢 决定要泰换成KT的大路版的避震器 那这部车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车主有特别指定的车高的部分 所以在车高的部分的话 后面有指定弹簧公斤数 而且也要略低一点点 一般来说因为这台车 毕竟它原厂的悬吊系统是很舒适的 所以我们在这台车的弹簧公斤数 一般来说会配置的比较轻一点点 那正常的版本 前面是6公斤 后面的话是5公斤左右 所以它的配重的话 其实是比较轻一点点 但今天的话 有针对车主试程之后的讨论 跟需求之后 有针对车主的需求 前面是改成是7公斤的 后面的话呢 是配置了6公斤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基础的改装一些零件的部分 譬如说这个是215-457的轮胎跟铝圈 这个是PS4很均衡的一条轮胎 那这个部分是原来 已经使用一段时间的改装便宜器 其实这个品牌也还不错 还蛮耐用的 应该也使用了蛮久了 那所以今天来做一个钛换 那我们先来介绍后面的部分好了 这个是多红塞卡钳 那后面的话 它的悬吊系统 一代跟二代Wish呢 其实差不多 但是Wish一代有一个Wish Z版 Z版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版本 它的底盘系统 其实跟我们常常在开直播的 Toyota的Artis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那这个版本的我们 它后面的话 它我们前后都有附上座 那后面的上座部分 是藏在椅子上吗 如果一代的时候要拆避震器呢 它的后面第三排椅子就要拆掉 而且内装要拆掉 会耗费掉比较多的时间 那这一部二代的话 它在拆装的时候 只要把室盖拆开呢 就能够调整得到一些避震器的部分 我先招待客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后面的避震器部分 后面避震器的阻尼调整 在后座在后座的上方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wish第三排的椅子 那在第三排椅子旁边 会有一个湿盖 湿盖的这里会有一个扣具 只要把这个扣具拆开之后 这个算是10号的吧 10号的螺丝拆开之后 这个湿盖把它往上掀起来 就可以拆得到避震器的两颗螺丝 那它阻尼的调整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小口 用食指稍微搓动一下 就可以调整得到阻尼了 以往的一代 它需要整个湿盖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它拆 把它挖口 但这个世代的话方便多了 再拆避震器也好 再调阻尼也好 都非常的方便 那后面的话 我们再回来介绍一下后面 后面因为车高的部分 有要做比较低的设定 所以我们的桶身的长端 或者是弹簧 也有特别配置过 这个是KT所附的上座部分 这个是 不晓得拍得到吗 这里有一个角座 地分力栏的这个角座 所以从这个角座 就可以调整得到车高 所以我们这一台车 后面的话 目前有指定 是配置了6公斤的弹簧 那在阻尼的设定 一般我们刚开始设定的时候 会设定大概在中间值 KT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 那待会的话 一开始试测的时候 大概会先调大概15段左右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 前面的话 是一个卖花层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的拆装的话 就更简单一点点 它前面的话 我们配置的是7公斤的摊滑 是7公斤的 那这里分别有一些 像是油管固定价 ABS感应线的吊架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一个离载串的固定点 那这些都是跟原厂一样 所以不需要再多另外花费用 买强化的离载串 或者是改短的离载串 这个都是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那前面弹簧公斤数 一般来说 为许因为要舒适嘛 所以我们配置的是 220mm 6公斤 那今天有跟车主讨论之后 希望侧寝的抑制稍微再好一点点 所以前面的话 我们配置了7公斤的摊滑 那KT的用料 如果常常看我们直播的车油 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用料相当的不错 像是在主女友部分 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女友 那在油缝的话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缝 所以这些用料都相当的不错 这一台车 前面跟后面都有附上座 而且这一台车 前面的阻尼调整 在上座的地方相当的方便 在上座引擎室打开 打开之后 从这里就能调整得到阻尼了 这里就能调整到阻尼 那这个就是KT所附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厂的来沿用 或者是说 用其他的方式 还要再多买这个上座 KT的话就有附总成件了 而且这台车相当的方便 我们把引擎室打开之后 从这里就能调整到阻尼了 那调整阻尼的密技呢 就是左右边一定要对称 前后的话可以做落差没关系 KT的阻尼基本上 0到20段 它的改变的幅度比较平缓 大概是30到40度角 那21段之后 它的阻尼曲线 改变的就比较陡峭一点点 所以不是呈现一个线性的改变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它软跟宽的一个范围 能够拉得比较宽 所以在调整阻尼的时候 左边跟右边要对称 那如果20段之前呢 建议车有可以两段两段的调整 20段之后就一段一段的调整就好 那在改装避震器的阻尼调整方面 有一个地方要特别重要的就是 在胎压的部分呢 我们一定要建议依照原厂的建议的素质 来施打胎压 像是日系车 在驾驶座的门边 在这个地方 都会有一个胎压的建议值 在这里打开 像是以这台车Witch来说 它原厂的胎压建议值就是32PSI 32PSI 那了不起的话 我们能胎压打稍微高一点点 可能再多个1到2PSI 不要超过34PSI 那如果胎压正常之下 再来调阻尼的话 那这样阻尼调整起来的参考素质呢 才会比较客观 OK 我们已经安装完毕了 刚刚好像有车友要来 要其他的客人要来试试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 稍微比较短一点点 这台车好像 我记得好像没有开过直播吧 所以如果车友们有希望 有要试试的话 或者是对我们KT的产品 有任何问题呢 请不用客气 请私讯我们的小编 谢谢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 拜拜